中共当局1月29日选不前反腐沙皇 习近平的密切盟友王岐山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这暗示他将担任一个新的职务 外媒报道说 在美中关系紧张之际 王岐山可能再次扮演救火队长的角色 在众多的猜测中 王岐山于去年10月卸任中共政治局常委 王岐山现年69岁 已经达到高级官员退休年龄 但是消息来源告诉路透社 由于王岐山在反腐上的雷霆手段 习近平可能让他继续担任某些职务 根据湖南日报微信账号列出的人大代表名单 王岐山被任命为湖南省人大代表 王岐山先前曾经担任湖南省人大代表 路透社报道说 此举意义重大 因为如果王岐山不退休 那么这将为习近平在任职两届国家主席之后 继续掌权设定一个先例 全国人大将于3月份开幕 各省现在正选举人大代表 不清楚王岐山可能获得什么新职务 但是消息来源和外交官说 他可能成为国家副主席 可能主要负责跟美国的关系 纽约时报引述4个消息来源报道说 王岐山有很大的机会 在3月份人大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家副主席 那时候 习近平几乎肯定将担任第二届国家主席 前美国情报官员说 可以确定的是 王岐山仍然非常受到重视 并将是对重要问题发挥影响力的人物 实际上习近平任命他是非常安全的事情 因为他已经拥有信誉 他也不构成任何威胁 王岐山常常被形容为中共第二号人物 在19大之后并没有完全脱离聚光灯 比如他11月份参加了习近平欢迎美国总统川普的宴会 王岐山先前作为中纪委书记处于习近平反腐运动的前线 他也有强大的经济背景 先前曾担任央行副行长和副总理 王岐山也有处理跟美国关系的经验 他曾经是美中战略经济对话的中方代表团团长 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的话说 王岐山的新职务 不论是国家副主席还是习近平的顾问 都将是负责处理跟美国的关系 最近几个月 王岐山会晤了前美国财政部部长鲍尔森和其他美国商界领袖 王岐山在一次会议中跟来访的美国金融家讨论川普总统 王岐山送有救火队长之称 在目前美中关系紧张的时刻 北京当局抑郁派王岐山出马 显示北京对于川普任期的美中关系忧心忡忡 在美国优先的主导下 川普和他的助手们正在推出一个强硬对华政策 以解决中共的不公平贸易做法 上周 川普政府通过向中国太阳能电池征收高额关税 打响了贸易战第一枪 官员和政治专家说 国家副主席的头衔将方便王岐山跟外国人打交道 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 王岐山已经跟许多有影响力的美国人建立关系 当时他负责处理中国企业破产 常常面对愤怒的外国债主 最近几周 中共官员常常带着一些有影响力的美国人会晤王岐山 从中共官员各种对话来看很清楚 王岐山将继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以及担当习近平在美中关系和其他全球事务上的耳目 美国商会副主席说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 其他参与跟美国人打交道的高级官员 还将包括胡春华 刘克 杨洁篪和王毅 王岐山在2008年被提升为国家副总理 美国官员认为是他说服了中共领导人 允许人民币从2010年开始有一定程度的浮动 这是美国的长期目标 川普政府官员说 希望对王毅山可能的任命 将推动中国自由化进程 但是他们希望中共在政策上做出实质性改变 比如 北京最近同意让外国证券公司持有合资企业51%的股权 但是川普政府要求对外国股权不设限 北京时间1月29日 湖南省公布了118名第13届 中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单 王毅山名列其中 其仕途逐渐明朗 而早前 王毅山一直在北京当选人大代表 王毅山自从在中共十九大退出政治局常委后 一直有消息称他将出任副主席 按惯例 王毅山若要在2018年的中共人大上当选副主席 就必须要先成为全国人大代表 而另一方面 退休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一般会完全退出政治舞台 除了等待最后卸任的全国人大委员长 全国政协主席和国务院常委副总理 其他的退休常委不会再安排出席人大 因此 王毅山成为人大代表 或释放将接任副主席的重要信号 此前 已有多方消息指 王毅山将退而不休 可能成为边外的中共政治局常委 香港南华早报消息指 王毅山将在2018年3月的两会期间出任国家副主席 在卸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后 王毅山罕见的有特权出席中共政治局常委会 香港《明报》文章指 王毅山目前退而不休 不实列席政治局常委会 如果接任副主席 势必创造出一种副主席的全新模式 其权重即使不高于当年的曾庆红 也相差无几 除了最可能出任副主席外 还有人曾猜测王毅山可能会担任国家监察委负责人 国家监察委预料将于今年3月的全国人大上正式成立 不过官方早前透露 监察委和中纪委将合属办公 新的监察委负责人已经由中纪委书记赵岳济兼任 中共央行行长周小川 国家副主席李源潮 都未出现在下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中 港媒说李源潮意料裸退 周小川将卸任央行行长 中共官方1月25日公布了 由2158人组成的下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 现届22名副主席中 包括周小川在内的12名副主席不在名单中 显示他们将不会连任 港媒星岛日报报道说 周小川不在下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中 显示他将卸去央行行长职务 已满70岁的周小川 担任央行行长已经长达15年 不仅打破了中共国务院下属部委负责人 不超过两届任期的传统 而且其年龄也超过中共政部级官员65岁 退休年龄5年之多 中共十九大召开的第二天 即去年10月19日 周小川公开回应记者提问他何时退休的问题时 他说快了总要退休 同时外界广传可能出任政协副主席的 中共国家副主席李源潮 也未出现在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中 港媒报道说 在去年中共十九大上出局的中共国家副主席李源潮 外界一度传闻他会调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但新一届政协名单没有其名字 显示他很大机会将落退 在去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上 还未到中共副国级68岁下台的李源潮 不但没能连任政治局委员 而且还没能进入新一届中央委员会 中共十九大后 仍任中共国家副主席 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副组长的李源潮 接连缺席多次重要场合 包括去年11月美国总统川普访华 去年12月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进京数职 法国总统马克龙1月8日访华等 有报道说 这预示李源潮即将落退 但也有报道披露 李源潮可能会被调查 李源潮政治背景复杂 具有太子党 共青团 江苏邦等多重身份 他提前出局 可能与其涉嫌曾主政过的 江苏省多起腐败案 即涉嫌参与中办前主任令计划的政变阴谋等有关 据北京政界人士向海外中文媒体披露 李源潮在2007年升任中共政治局委员 中组部长之后 即陷入到令计划新四人帮的 捧党活动中 消息人士透露 从李源潮的年龄 资历和他们的关系看 令计划认为李源潮是他的最好搭档 令计划2014年落马后 就传出李源潮与令计划相互勾结的消息 甚至传出令理体制的说法 目前有关李源潮的传闻很多 但他是否落退 在今年3月召开的中共养会上才会公布 世界门新闻网 Mnewstv.com 美国总统川普在达沃斯第48届 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发表演说时 在突出美国优先不是美国孤立的前提下 炮口明确对准中共 他再次强调 美国不再当中国等掠夺性贸易行为的受害者 世界经济论坛第48届年会 于23日至26日在瑞士达沃斯召开 BBC报道说 作为多年来首位出席达沃斯峰会 并发表讲话的美国总统 川普在论坛年会闭幕式上 重申自己治国理念的同时 炮口明确对准中共 川普在发言中说 作为美国总统我永远把美国放到第一位 就像其他国家领导人也把他们的国家放到第一位一样 但是美国优先不意味着美国孤立 他说 我们支持自由贸易 但他需要公平 需要互惠 因为最终不公平贸易会破坏我们所有国家的利益 川普强调 绝不允许这种以国家计划经济打乱国际贸易秩序的掠夺性贸易 他说 因为这种掠夺性政策扭曲市场 美国绝不会对这种做法睁一眼 闭一眼 其中包括对知识产权的偷窃 补贴以及国家操纵的计划经济 这些都有点向捕猎者的行为 将伤害国际贸易体系 伤害就业机会和员工 不仅伤害美国 其他国家也一样受害 川普表示 在美国奉行国内改革释放就业和促进增长时 我们也在努力改革国际贸易体制 促进广泛共享的繁荣 并给那些按规矩形式的国家或人士回报 如果一些国家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 参与这个体制 我们就不能有自由开放的贸易 他强调说 美国将不再对不公平的经济行进熟视无睹 包括大规模知识产权窃取 工业补贴和普遍的国家主导经济计划 商业内幕报道说 川普提到的知识产权窃取是指中共 美国国内正在进行针对高科技公司 知识产权窃取的301调查 最近 川普提高了对进口洗衣机和光伏产品的关税 中国受影响最大 并对此强烈抗议 中方声称 将采取措施 与其他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一起捍卫权益 外界担心会触发贸易战 川普在演讲中表示 我们将执行我们的贸易法律 并重建贸易体制的诚信 只有坚持公平和互惠的贸易 我们才能建立一个不仅适用于美国 而且适用于所有国家的体制 2017年11月份 川普访华的第二天 在北京曾强调 必须立即解决造成不公平的贸易失衡行为 他说 必须重视市场准入 强制技术转让和窃取知识产权等问题 这些问题每年给美国和美国政府造成至少3000亿美元损失 不过 他说 不怪中国了 毕竟谁能责怪一个国家为了本国公民的利益 而占另外一个国家的便宜呢 他认为中国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好 川普表示 要责怪的是过去几届美国政府 使他们允许这种失控的贸易逆差发生和扩大 这一步平衡局面令美国公司和美国工作人员从中受到损失 这种局面已无法再持续下去 必须立即解决 中共两会 人大 政协预定三月份召开 高层新一轮的人事布局将届时揭晓 港媒分析 目前来看 两会人事布局仍有几大悬念 但最具看点的当属王岐山 他可能把副主席这个冷造再度热炒 另外 十九大出局的张春潜等人 可能会发配到人大或政协去养一老 中共第十九届二中全会上通过了修改宪法的有关建议 并将其思想纳入宪法 但有关三月份两会的人事安排问题完全没涉及 香港东网26日刊发评论说 二月份召开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将承担讨论两会人事的任务 评论说 虽然中共十九大敲定中央领导层后 主要人事大局已定 但三月的两会仍有悬念值得留意 首先是国家副主席人选 由于国家主席 副主席是李一兴的角色 因此其权重存在极大的弹性 而现任副主席李元朝 在过去五年 除了些许群团工作外无所适事 十九大更是裸退中委 这都足以说明副主席之位因人而异 评论说 十九大后 副主席面临回归其权重本色 这就需要一位具有相当资历和号召力的人来担任 目前来看 政治局常委中还没有合适角色 已现任政治局常委的王岐山 反而成大热门 有望再次改写高层人士更迭方式 评论认为 以王岐山在国内国际的声望 以及在外交方面的经验 将把副主席冷藏再度炒成热饭 中共二中全会闭幕后 多家媒体报道 王岐山已经被提名为国家副主席一职 今后还将列席政治局常委会 成为中共第八常委 除此之外 按中共官场惯例 三月两会上 很多高层官员从实权位置退区二线后 都会到人大政协挂贤职养老 东网评论说 未告年龄却在十九大出局的张春贤 刘其保 也将发配人大政协任职 其中 六十四岁的刘其保身份背景跨乐团 将两大派系 据说刘其保被贬的主因 是在其主管的中共意识形态宣传口期间 屡屡出错造成的 同样六十四岁的张春贤 被指示中共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新富 且在2016年两会期间 新疆网媒突然转发了一封要求习近平辞职信等 此前 就有不少观点认为刘 张两人将会到人大政协挂贤职 不过 在外界看来 人大 政协均为高危职位 十八大后 人大政协落马的高官包括 王民 令政策 李崇喜 佟明先 李达球等人 最新公布的中共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 政协领导层大半换人 在22名现任副主席中 有过半数将离任 同时有不少名人被提出政协委员名单 此外 在中共高层中有两人身份特殊 一个是汪洋 另一个唯一入选的省委书记谢福瞻 1月25日 中共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公布 共有2158人 此届政协委员中有超过六成三是新面孔 大陆微信公众号政治圈报道称 属中共界别的99人中有两人较为特殊 一个是汪洋 在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名常委中 仅汪洋在名单之内 另一个是河南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谢福瞻 他是此次政协名单中唯一入选的省委书记 而且福瞻曾是温家宝的智囊 汪洋机身政协 也意味着他将在三月任中共全国政协主席 于政生将借铃退休 按惯例 汪洋将主管对台事务 日前有媒体引述消息指 于政生在主持会议时曾指指 汪洋是接任的合适人选 此外 在22名现任中共政协副主席 有12人不再担任政协委员 其中包括央行行长周小川 全国政协副主席杜清林 陈源 王家瑞 李海峰等 这也显示政协领导层将大半坏心血 另外 在中共第13届全国政协名单中 不少名人不在名单之内 包括中共前党魁毛泽东的嫡孙毛新宇 前总理李鹏之女李小林 前奥运跨篮冠军刘翔及唯一届的宋祖英 赵本山 黄红 张国立 莫言 陈凯歌 江坤等 港媒《苹果日报》的文章评论认为 今届委员坏人比往届多 这是中共向政协委员满手大清洗 旨在将过气人物踢出局 腾出位置让实干派人士入局 与此同时 中共地方政协高层人士也调动密集 多省政协主席跨省调任 港媒的评论文章表示 最新一轮的地方政协主席大调换 既有打破地方势力之意 亦有派就换新之意 这种破例的调动显示中央防止地方势力做大的用意 中共元老陈云孙女陈晓丹21日在南非举行婚礼 她的丈夫是个香港人 据港媒披露 陈晓丹曾与薄熙来之子 伯呱呱传出恋情 在薄熙来落马前 她已先提出与呱呱分手 及时从即将被清算的博家抽身自保 中共元老陈云孙女陈晓丹 1月21日在南非葡萄酒小镇举行婚礼 其丈夫是任职香港时装企业 陈晓丹结婚的消息 最先在社交媒体上公开 陈晓丹是中共已故元老陈云的孙女 中共国家开发银行前董事长成员的女儿 1983年出生 名人王指陈晓丹是哈佛商学院毕业 在摩根市丹利任职 因与中共元老伯一波的孙子 薄熙来之子伯呱呱一段恋情而广为人知 目前网上还流传大量两人谈恋爱的合照 2011年夏天 网络就曾流传出陈晓丹和伯呱呱 把臂唱有西藏的照片 多达400张 两人游玩时 随行的还有多辆警车 叫车停在路边等候 当时舆论批他们丈夫是祭司 更批西藏地方当局滥用公权 帮高层政要擦鞋 明报22日报道说 2012年初 薄熙来被中共罢官审查前 薄呱呱与陈晓丹这对红三代情侣已经分手 报道引述一名大陆传媒人士透露 薄呱呱在哈佛大学的同学证实 早在薄熙来落马前几个月 陈晓丹已经先提出与呱呱分手 及时从即将被清算的薄家抽身自保 分析认为 陈家应该是提前知道薄熙来不妙 才立马中断了这门政治婚姻 陈晓丹爷爷为中共八老之一的陈云 1950年代陈云主持中共计划经济工作 当时薄呱呱的爷爷薄一波是陈云的得力助手 两人在几十年的从政生涯中共进退 而陈晓丹的父亲 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陈元 曾经是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 而国开行一直支持薄呱呱的父亲薄熙来在重庆岛建设 金融界消息人士称 重庆从国开行获得的支持力度 是其他省习政府都不可能获得的 薄熙来于2012年3月份落马 周星驰的电影作品功夫 阿兴抢加入斧头帮 被搞知先杀一个人那头名状 薄熙来落马之前 因手上有残酷迫害法轮功的血债 被江派安排为中共接班人 江派策划在18大先掌握政法委 然后再巩固武警部队的武装力量 以重庆模式为政治当领大造舆论 在各方面成熟后 再废除和逮捕习近平 以继续维持对法轮功和大陆民众的高压政策 但是这一政变计划因薄熙来的打手 原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出逃 梅林馆被曝光 以致全盘崩溃 其后薄熙来 周永康 令计划等政变集团要员相继落马 世界门新闻网 mnewstv.com 完全退出政治舞台 除了等待最后卸任的全国人大委员长 全国政协主席和国务院常委副总理 其他的退休常委不会再安排出席人大 因此 王岐山成为人大代表 或释放将接任副主席的重要信号 此前 已有多方消息指 王岐山将退而不休 可能成为边外的中共政治局常委 香港南华早报消息指 王岐山将在2018年3月的两会期间出任国家副主席 在卸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后 王岐山罕见的有特权出席中共政治局常委会 香港明报文章指 王岐山目前退而不休 不实列其政治局常委会 如果接任副主席 势必创造出一种副主席的全新模式 其权重即使不高于当年的曾庆红 也相差无几 除了最可能出任副主席外 还有人曾猜测王岐山可能会担任国家监察委负责人 国家监察委预料将于今年3月的全国人大上正式成立 不过 官方早前透露 监察委和中纪委将合属办公 新的监察委负责人已经由中纪委书记赵岳济兼任 中共央行行长周小川 国家副主席李源潮 都未出现在下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中 港媒说 李源潮一料裸退 周小川将卸任央行行长 中共官方1月25日公布了 由2158人组成的下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 现届22名副主席中 包括周小川在内的12名副主席不在名单中 显示他们将不会连任 港媒星岛日报报道说 周小川不在下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中 显示他将卸去央行行长职务 已满70岁的周小川 担任央行行长已经长达15年 不仅打破了中共国务院下属部委负责人 不超过两届任期的传统 而且其年龄也超过中共政部级官员 65岁退休年龄5年之多 中共十九大召开的第二天 即去年10月19日 周小川公开回应记者提问他何时退休的问题时 他说 快了 总要退休 同时 外界广传可能出任政协副主席的中共国家副主席李源潮 也未出现在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中 港媒报道说 在去年中共十九大上出局的中共国家副主席李源潮 外界一度传闻他会调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但新一届政协名单没有其名字 显示他很大机会将落退 在去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上 还未到中共复国级68岁下台的李源潮 不但没能连任政治局委员 而且还没能进入新一届中央委员会 中共十九大后仍任中共国家副主席 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副组长的李源潮 接连学习多次重要场合 包括去年11月美国总统川普访华 去年12月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进京数职 法国总统马克龙1月8日访华等 有报道说 这预示李源潮即将落退 但也有报道披露 李源潮可能会被调查 李源潮政治背景复杂 具有太子党 共青团 江苏邦等多重身份 他提前出局可能与其涉嫌曾主政过的 江苏省多起腐败案 及企业破产 常常面对愤怒的外国债主 最近几周 中共官员常常带着一些 有影响力的美国人会晤王岐山 从中共官员各种对话来看很清楚 王岐山将继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以及担当习近平在美中关系 和其他全球事务上的耳目 美国商会副主席说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 其他参与跟美国人打交道的高级官员 还将包括胡春华 刘鹤 杨洁篪和王毅 王岐山在2008年被提升为国家副总理 美国官员认为是他说服了中共领导人 允许人民币从2010年开始有一定程度的浮动 这是美国的长期目标 川普政府官员说 希望对王岐山可能的任命 将推动中国自由化进程 但是他们希望中共在政策上做出实质性改变 比如 北京最近同意让外国证券公司持有合资企业51%的股权 但是川普政府要求对外国股权不设限 北京时间1月29日 湖南省公布了118名第13届中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单 王岐山名列其中 其仕途逐渐明朗 而早前 王岐山一直在北京当选人大代表 王岐山自从在中共十九大退出政治局常委后 一直有消息称他将出任副主席 按惯例 王岐山若要在2018年的中共人大上当选副主席 就必须要先成为全国人大代表 而另一方面 退休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一般会的事情 因为他已经拥有信誉 他也不构成任何威胁 王岐山常常被形容为中共第二号人物 在十九大之后并没有完全脱离聚光灯 比如他11月份参加了习近平欢迎美国总统川普的宴会 王岐山先前作为中纪委书记处于习近平反腐运动的前线 他也有强大的经济背景 先前曾担任央行副行长和副总理 王岐山也有处理跟美国关系的经验 他曾经是美中战略经济对话的中方代表团团长 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的话说 王岐山的新职务 不论是国家副主席还是习近平的顾问 都将是负责处理跟美国的关系 最近几个月 王岐山会晤了前美国财政部部长鲍尔森和其他美国商界领袖 王岐山在一次会议中跟来访的美国金融家讨论川普总统 王岐山送有救火队长之称 在目前美中关系紧张的时刻 北京当局抑郁派王岐山出马 显示北京对于川普任期的美中关系忧心忡忡 在美国优先的主导下 川普和他的助手们正在推出一个强硬对华政策 以解决中共的不公平贸易做法 上周 川普政府通过向中国太阳能电池征收高额关税 打响了贸易战第一枪 官员和政治专家说 国家副主席的头衔将方便王岐山跟外国人打交道 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 王岐山已经跟许多有影响力的美国人建立关系 当时他负责处理中国 中共当局1月29日选布前反腐沙皇 习近平的密切盟友王岐山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这暗示他将担任一个新的职务 外媒报道说 在美中关系紧张之际 王岐山可能再次扮演救火队长的角色 在众多的猜测中 王岐山于去年10月卸任中共政治局常委 王岐山现年69岁 已经达到高级官员退休年龄 但是消息来源告诉路透社 由于王岐山在反腐上的雷霆手段 习近平可能让他继续担任某些职务 根据湖南日报微信账号列出的人大代表名单 王岐山被任命为湖南省人大代表 王岐山先前曾经担任湖南省人大代表 路透社报道说 此举意义重大 因为如果王岐山不退休 那么这将为习近平在任职两届国家主席之后 继续掌权设定一个先例 全国人大将于三月份开幕 各省现在正选举人大代表 不清楚王岐山可能获得什么新职务 但是消息来源和外交官说 他可能成为国家副主席 可能主要负责跟美国的关系 纽约时报引述四个消息来源报道说 王岐山有很大的机会在三月份人大会议上 被任命为国家副主席 那时候 习近平几乎肯定将担任第二届国家主席 前美国情报官员说 可以确定的是 王岐山仍然非常受到重视 并将是对重要问题发挥影响力的人物 实际上习近平任命他是非常安全的